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分享一下由租客找屋租的角度 希望可以分享一些资讯 帮大家找到一个心水的物业 当你是一个租客的时候 首先你要在多个平台上 不要只去一个平台 还有就是看你找什么地区 如果你是找Richmond的话 可能你去一些Vansguy和Van People更多 因为那边是中文平台 有些屋住可能不懂英文 或者英文比较差 或者不想用英文软件 它就会在那边铺 所以那边可能有些盘是另外一些地方没有的 所以就是扩大你的搜索范围 增强你的诚意度 令你的profile更加吸引 那如何去做到这一件事 以及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 就是刚才也说了 如果你在一些社交平台 例如Facebook Marketplace Sumper 或者其他Lift Rent那些地方 去找屋租 按一个按键Is it available 这些你的priority会很低 我看到已经不理先了 如果你可以打字 譬如你打字 或者你找到电话打过去 你可以比较清晰 有效率 以及比较自信 说出你的情况 例如你叫什么名字 你现在在哪里 你多少人住 你何时开始起租 你怎样的 起码对方 立刻对你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而不是只有三个字 Is this available 这已经令到对方对你有印象 贯彻始终 如果这个物业 你真的喜欢上去看 而对方也跟你建立沟通 如果整个沟通的流程 都是这样的 即是比较有礼貌 可以很清晰 说给对方什么 没有什么迟到消失 那其实已经是很厉害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说笑 其实举一个例子 好像这个W1 property 我放上网一个星期左右 我就差不多遇到三十个 我按过Is it available 或者有兴趣三四十个的人 最后我传出一些信息 然后回来 整个所有人的沟通 能够做到我刚才所说的 我觉得舒服 有自信 对方是一个 知道自己做的什么人 只有两个 所以其实只要能够做到 简单 我们香港人 最正常的一个效率精神 说给我听我要做什么 你好我是Carrie 我和机仔租一个两房单位 我看到你MetroTown的盘很好 明天可不可以来看 一个这样的电话 真的不是个个人可以做不到 所以大家这方面加油你一定可以 那些人是怎样的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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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多過一個專頁 我忘了按了很多專頁 我已經想先蓋他的線 他還跟我說 請你讓我知道你有什麼 這類型可能在對方的角度 在租客角度 我真的不知道 誰記得你打了十幾十個電話出去 但反過來在屋主宿舊的角度就搞錯了 你又不說自己是誰 你又不知道自己在打什麼 你會造成交易不愉快 我不想跟你說話 怎會想跟你做下一步的交流 所以希望這一點大家可以幫到大家 好了 第二 剛才說了增強你的吸引力 第二就是增加你的信用度 如果在屋主 你在這邊已經有工作 在有幾年、十年、五年的時間 這邊租屋的話 其實就是看信用度 或者是看信用紀錄 是否夠高分 是否準時還款 接著看Pay Stub 就是看你每個月的收入 能不能夠支援到這個屋子的價值 屋主是憑這些東西去衡量 如果我租給你 你會否準時交租 你會否能夠交租 因為最終投資者的角度 其實就是關注這一點 如果你能夠提供到這些文件 是合適的 你很快可以找到物業 恭喜你了 但如果你的情況是比較複雜的 比如說你剛剛第一份工作 在找工作 或者你是很多我剛才說的 香港的朋友 Study Permit Work Permit 根本都連身份都沒有 沒有什麼Credit Check Pay Stub 全部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 你要令到屋主去相信你 你就要給一些東西去交換 這個信任度 還有這個誠意 還有這個Credit 你就要考慮一下 例如說 你會否多說一些你的情況 例如你香港是做什麼工作的 你香港的收入是多少 或者你願不願意出示 你的銀行紀錄 例如你其實有多少存款 或者你的計劃是怎樣 透過溝通 以及某一些你願意給的文件 去增加你在對方心目中的 一個印象、信用度和誠意度 去促成這個特談成功 再者 如果有一些人再進一步 可能會有些屋主要求更多的東西 跟平時對屋主租是不同的 雖然我明白你的情況 但是 可否給定幾個月租或者怎樣 這一點就很有斟酌 因為它是不能迫你去這樣做的 但是法例上又沒有說不行 所以這就是你的溝通 你的籌碼 以及你的自己思量 如果你願意的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跟租客的屋主 達成一個協議 如果你是願意的 譬如說你真的覺得 我多給幾個月租 或者是提前給了幾個月租 我是沒有問題的 你願意去這樣做的 這個是Mutual Agreement 那就沒有問題 它是不能迫你的 租務這件事 或者租務市場 是實際上是存在騙案 每一天都發生著的 我們怎樣去規避這些事情呢 我們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最常見的騙案是甚麼呢 就是騙徒的手法 或者他的心理 就是利用大部分人 用貪小便宜 以及不執書的心理 有時你會見到一些商品 譬如這個W1的裏面 譬如正常市場價值 如果是沒有傢俱的 可能租2100-2200左右一個月 突然看到同樣的單位放租 900元-1000元 這些已經是第一個警告了 因為它是便宜 便宜便會吸引了很多人 其實不僅是人 吸引了很多水魚 然後你跟它溝通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是很難接觸到他本人 他永遠沒有辦法出來 展示房子給你看 他會有很多個故事 例如他會說 我現在在外國工作 或者我有急事飛去外地 但是很多人要我這個物業 或者怎樣 你要是先給了一個儲存 譬如四百五、五百元 我就會傳這條鎖匙給你 然後你又去看 然後怎樣怎樣 所以這整個騙案的手法 重點就是首先 他會用一些東西去吸引你 貪小便宜 希望你想便宜一點 始終不是有沒有錢的問題 當然是越少越好 所以吸引了你去 另外他會用各種理由 他的人不現身 你去不了看 你朋友都去不了看 你都找不到他 他都沒有辦法在物業出現 那幾個重要的東西 是成立不了的 你正常隔山租屋 你來不了看 我作為屋主 我可以在這個物業 跟你做Facetime 你可以證明到 你真的在看物業 但他們這種騙案手法 你是完全沒有辦法證明到 他跟物業之間的直接關係 而當你真的下了搭 因為你想快點搶到 這麼笨的物業 你一付錢之後 你就會消失 而且在溝通過程當中 我曾經親身遇過一個這樣的案件 我亦有朋友和我分享這樣的案件 他說 總之這個人不斷叫我付錢 不斷叫我付錢 我說你別管他 肯定是假的 這很有趣 大家要記住 你遇到這種情況 真是九成九都是騙案 你可否認識他 找下一個 我們可以分享一下我遇到的情況 我不是被人騙那個人 是我的盤子拿去被人騙 就是我之前 我爸爸媽媽的床出租 就鋪了上網 1700元兩房 挺大的 然後有一天 就突然有人上門敲門 說我想來看看單位 我準備租了 然後我媽媽就打給我 我說沒有這樣的事 交涉後就發現原來騙圖 是 copy了我的案件 然後他改了價錢做九百元 留了他自己的電話 然後就嘗試令到有人 在未看過屋子的情況下 給他錢然後走路 這兩個證明的消費者 至少他都會過來檢查一下 他就發現原來這是一個騙局 幸好你當時 其實他愚蠢 他 copy了你的案件 你的案件又寫了地址 他上了地址看 我們又是屋子 他又可以上來證實 如果他無法證實 但其實有時是很多假的 我之前遇過另一個朋友 他給我的故事更搞笑 他簡直是一個比較低層次的騙圖 他是 copy了一個美國的App 在加拿大買 不是做 他也是寫Burnaby 但Burnaby不是我們的Burnaby 是美國哪一塊的Burnaby 然後他那個地址你打下去 再看那間屋子 其實完全是兩樣東西 他的相片和實際地址 是一個狗框 是不合格的 所以其實你只要做少許的功夫 你已經可以找到他是不是騙案 剛才一種騙案的手法 就是特別特別便宜 不合理地便宜 另一種就是market value 但是是假的 但他們兩個共通點就是 他的真人永遠不會出現 因為他是一個騙徒 你永遠不會約到他看那間屋子 你永遠不會聯絡到他真人 然後他都會消失 大家其實很簡單 你對一對地址 你打了一個地址 上去發現 咦?原來兩樣東西 和相片不同 其實你都已經知道是假的了 這些騙徒 針對得最多最多 就是隔山租屋的朋友 因為通常在溫哥華 你大到怎樣大都可以去到 你真的可以開車去一去 他又不是針對這些人 他這些人特別容易上吊 沒錯 他針對所有人 是的 這些騙徒就針對所有人 總之誰所欲落搭就中 但其實最容易中招的 就是一些不是屬於溫哥華 就是隔山租屋的隊長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這個機會 實地去驗證這個屋主是否存在 這個屋主是否存在 這樣就很容易落搭 而且他也可能不太了解 整個租務市場如何運作 所以說到這一點 又跟一些可能在考慮 在香港準備隔山租屋 或者在想怎樣做這件事的人 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因為也遇到不少朋友討論這件事 很多人在想的就是 到底我應該是租還是家屋 然後我飛過來就直接住進去 還是我是找個Airbnb 然後就住在Airbnb 然後再找屋子租呢 其實我們總結一下這個情況 很簡單 看看你自己是哪種情況 情況一 如果你是不想搬兩次屋 另外你有人在溫哥華 可以幫你望一望那個你想租的物業 第三 你也不是太害怕 自己未見過這間屋 未感受過這間屋的氣場行不行 風水好不好 然後附近環境喜不喜歡呢 你如果這方面也不是太alert的 都全部ok的 那你是適合隔山租的 但關鍵是最好最好有人幫你看一看 但如果你不是我剛才說的situation的 你是說其實不行的 租屋租一整年 我分钟住兩年 我三年後才拿到身份 如果這個地方我不喜歡就糟糕了 或者是我完全沒有朋友沒有親戚 在溫哥說沒有人幫我看 找不到agent 或者不想找agent 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你就比較適合先去Airbnb 或者找個地方住了一個多星期 然後開始找屋租 但你又預計了找屋租的周期可能比較長 即是你可能首先來到刀部 之後你馬上去找屋租 如果你配合到黃金租期的月頭來到 很快找到屋 可能15日後兩個星期後 或者一個月後就可以入住了 如果這麼不幸 你那個不是黃金租期到的 你可能20多日到 可能20多日你是找不到什麼適合的租 要等多一個月就會等多很多時間 在這方面大家趁時間 主要就是要留意這兩件事 跟著第三 就是剛才也說了跟騙案有關 無論你是隔山還是在這裡租屋 那你怎樣可以證明 或者你怎樣可以令自己放心 我現在簽這份租約 或者我給錢這個人 他是真的屋主 會不會我簽了一份租約之後 然後原來我根本沒有租過那一間屋 不知道是誰來的 我的錢不知去了哪裡 我還要重新找地方 其實這件事也要小心 如果那間屋你可以上去看 風險已經低了很多 如果對方是一個掛牌的物業管理經紀 你地產局可以搜尋到他 安全度更加高 因為我們經紀不會找這些東西來玩 如果是屋主的話 你說不是很肯定的 在你簽租約 即到最後的階段的時候 你可以嘗試要求對方出示一些證明文件 譬如說舉例地稅單 或者是水費單 這些單上面一定會印出物業地址 以及屋主的名字 你這個名字 跟你上面租約簽的那張 那張租約上面的名字 是一樣的 那你都已經很安全了 你會知道這個就是屋主的了 當然你給了一些錢 e-transfer也好 cash也好 你最好有個resist 那就最好了 我希望上面的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至於租約怎樣填 你租約的權益等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你上回地產局的網站 residencial tennessee branch 就會有所有資料 我之前的影片 都有跟大家講解租約上面的資訊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現在的位置 其實是我和機仔自己的一個出租單位 已經租了出去 我們今天上來主要是收拾一些手尾 稍微清潔一下 然後我們買了一張防水的床粒 這樣套住床褲 因為我們是furnish這樣出租的 而且最重要是找個鎖 我們從入火到現在 其實我們都未找到那個鎖 找了很多次都沒有成功 今天一定要找到它 因為我很怕被人霸佔了 還有就是火燈 那些沒有電 在那裡上來換了它 我們先看看單位 這個位置是溫哥華的西區 就是Marple 近Marine Gateway的sky train站 走過去五分鐘左右 單位大約是570至580呎左右 一房一個書房 有一個車位和兩個鎖 一個是比較小的bikes storage 一個是standard locker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單位 這個就是門口 外面就是走廊 左邊有一個釘 這個釘是書房仔 放不到床 只可以放雜物 然後這邊就是廚房 所有電器都是Mila的牌子 雪櫃是24吋 上面是雪櫃 下面是冰櫃 現在上個租客搬走了 我們就添結了 然後這邊是U-shape的廚房 這個釘也是我自己特別喜歡的 現在我發現 發展商再出一房單位 是越來越少這些釘 現在這一房越來越小 再做了U-shape 就變成沒有飯店位 更加客廳位就會再縮窄了 所以現在很少建議職 有的但真的少 當初我買到這個房間 我覺得挺開心的 我每次上來都想像自己在這裡住 這些是樓上樓下的 storage space 大家會留意到 裡面有些碗碟 因為我們將這個單位出租 主要是做Furnish Executive Furnish 除了有傢俬之外 有碗碟碟碟 煲甚至是床單 希望租客戴了一些衣服 就不用再自己自辦傢俬了 我們這次租了出去 差不多是$2350至$2400左右 然後焗爐在下面 也是Mila 旁邊的櫃桶 櫃桶裡面還有櫃桶 它是Concord的設計 都有Soft Clothes 這些都是我們包給租客用的 杯碟碟碟 下面也有一些大的鍋 這些也是Sword Space 這些是有些鍋 這些有些大鍋 它這個也沒有拆過 還原封不動新的放在這裡 都鑽了一年了 微波爐在這裡 然後這裡有洗手盆 是比較大的洗手盆 COLA 然後洗 Esse就是Mila 這裡是lautron lautron 加一些隕藏空間 洗衣和乾衣一樣 牌子都是Mila 上面還有LIN TAP 記得上次提過大家 用乾衣的時候 然后呢 按键的 sorry 这个是洗衣机来的 不是啊,这个是干衣机 连他的lintrap呢? 在旁边啊,在门那里 这里啊 你又说在这里? 在旁边也没有,在门里 lintrap在这里 这个每一转大家用完干衣机 就记住清掉它 出租的话呢 你和你的租客 walk through the property 的时候呢 最好都要再提醒他 最好写一张纸给他 因为有些可能 没有什么用干衣机的人 他真的不知道 这边是 去到这里都是厨房位 Illand可以放三张巴椅 大巴椅 那饭厅位呢 都可以放长些的桌子 现在是四人桌 然后饭厅位对出这里 就有多个衣柜 其实这个应该是enchy closet 前面要就个钉位 就把它放在这里 下面有些放在鞋位 洗手间的话 就会在这个位置中间进去 因为它是一房单位 整个unit只有一个洗手间 它的设计就是 把这个洗手间 接到外面的 living space 之余 都可以接到主人房 这个也是我自己 比较喜欢的设计 在一房单位 这边有两个挂毛巾位 浴缸 我们这个是自己换了花灑头 即是可以手臂的 浴缸也是自己装的 这两面墙都是铺砖 这边就是洗手盆 这里有many medicine cabinet 刚才这扇门是出客厅 如果去房间都会有这个门 都是可以锁的 可以关掉它 然后这边就是衣柜 它分了两边衣柜 这边的衣柜主要都是摺衣服 这边就会有多些挂衣的空间 我们也有些多了出来的枕头 皮袋放在这里 这个就是主人房 其他一间房 房的话 我们现在放了一张queen size的床 也是放了一张书桌 这间房间我们修的部份回来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灯的 上面这一盏灯和明线 我们其实是自己拉的 就令到房间更亮 因为加拿大这边很多部份 房间都是没有灯的 即是没有上面的天花灯 没帮你安装的 刚刚来也不太习惯 我和机仔现在也不习惯 所以我们怎么都要安装天花灯 待房间可以更亮 回到这里的门 也有个sliding door 可以关闭主人房 来到这里的客厅位 我们安装了电视 就上了在木头上面 然后这里有个sliding door 为什么要上在木头上面 因为如果不上在木头上面 那本墙是承受不到电视机的重量 那边也是sliding door 因为又不想摆电视 那些叫什么 电视柜在这里 你会很左 因为这个位置 这个设计谋误 也不能设计谋误 很多时候固此失彼 即是他的sliding door是这样开的 所以变成这个位置 都最好清理出来 可以走出走入露台 所以变成我们 就想尽量把电视机 放在墙上 木头上去哪 天花 所以天花成重木头 木头成重电视 是不是这样的概念 对了 好 非常好 这里游客听出去 就有个露台 小小的 我们在四四方方的露台 都放到烧黑炉 而且应该勉强 都可以坐到四个人 两个人便便舒服 我们是inside unit 没有对着marine gateway 静一点 但对着后面的建设 所以我们的楼层又不是太高 我们是七楼 都没有什么观看 这边是living room space 同样我们也是拉了线 再装多一盏灯 就是这些四支蛇灯 而且我们觉得 蛇灯可能感觉漂亮一点 而且多几盏灯会更加光亮 我们是很喜欢很光亮的东西 这边饭厅也是 其实本身都是 收入火的时候 都是一个小灯 我们换了一些 多一些灯光源的东西 好 会不会在这里 Bicycle storage 是 是 是 好像是 是 可能弄错了 不用 不用 不用上去 对啊 L115 是否终于找到 对啊 接着我们上去 好了 我们的摩托是多少 近在止尺了 好 一个过来 就是你已经找到 进来的Locker room 都还要去找个Locker 过来 是不是找到了 不是 找到Storage 哇 真的很安全 可以啊 这个很好 整年都没有人霸 我们很开心 要先上去锁 现在上吧 不够大 这个 有没有被人霸 没有 那么安全 为何还好 243 对啊 对啊 我提到各位朋友 尤其是Bire 当你们在收楼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 你们自己的Locker 如果你有Locker 还有你的Parking 在哪里 Parking 通常很容易找的 因为它的Locker 一个个牌 你怎样都会容易找到 Locker room 它可以在很隐蔽的地方 有些去设计的时候 可能是每一层 不同的区域 中间的位置 有位置摄 就会放几个Locker 或者一个房间 十几个 Locker room 又有不同的Longer 我们有一张 Form B 你买楼的时候 可能都会签 它可能会告诉你 Locker number 是243 但它未必真的会写 是P几 Room几 如果你不知道 不知路 等你收楼之后 去找 就有时间去找 因为你都不知道是P几 所以最好最好 在Possession day 你自己也好 委托对方经纪 或自己经纪 也好 带你去一次Locker room 记住那条路 那就最好了 大家记住 找到Locker之后 就拿个锁 免得有人被霸了 或者错误地使用了Locker 你到时又不能随意 标弃别人的物品 你去找Strada 搞这样搞那样 那就会浪费很多自己 宝贵的时间 好 Cover整个画面 那呢 JD要收好 好像我这个 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啊 喂 那现在怎么办 收起来 即是每次都遇到这个情况 即是怎么说 它定时吸塵的 是啊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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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跟着呢 就讲到 另外就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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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你解造了 是啊